来玩最后的游戏,不朽家族 哇 30000什么的,有那么多区啊 这个早期在ROOF好像有玩过 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这边铺整的还不错啊 我记得当时的体验不是很好 现在不知道变得怎么样了 立会还不错耶,你看 这妹子好正哦 还记得名字吗 穿个名称进来了 进入战斗 没有Live2D啊 我想起来了,他就这样不断这样打 家族市集解锁,探索加速 开始战斗 怎么两个一样的 家族7级 才解锁自动探索 所以他是放置类型的啊 诶,刚刚 选择的时候是出现格子类型的啊 音效好薄弱 好,可以合成了啊 好,可以合成了啊 然后呢 闪到 拝拝拾拝拾 没有加速才是比较慢的 这个能开到3000多斧 真的假的 好玩的地方是你要玩很久才知道嗎 我現在印象就是他背景音樂很大聲 然後把他所有的音效都蓋掉了 然後圖中會穿插的語音就是聲音聲 而且都是男生的 是不是 這樣子我也會配啊 我可以召集一下嗎 你先進階 我是不是都沒東西啊 這節奏都好慢喔 我不經意到我退遊 我應該忘不到什麼內容了 接下來要進行戰鬥了 女士的聲音出現了 他不如玩那個魔力寶貝冒險星天坦還比較好玩 看一下看一下他們那些小娃娃的攻擊 這好像半家加久欸你看 欸欸欸欸欸 暖綿綿的站到 我之前玩好像沒有什麼改善啊還是一樣無聊啊 這個能開到3000多幅喔 果然還是要看地區啊有可能陸幅愛玩啊 對不對 S2只是編號而已 其實沒有開那麼多區 只是用這種方式又有使玩家進來 營造出感覺很好玩 你看他也不是Live2D的啊 超越著急 點擊召喚 唉唷 騎馬的喔 祭兵喔 再點擊召集 走上有帥哥啦 喝一下 變這個樣子 呵呵 阿剛剛的帥哥不見了 還是阿帥哥Q版的就長這樣 喔可以加速了太好了 體驗要來了喔 體驗要來了 體驗要來了 加速就有體驗了喔 喔那個戰鬥真是軟綿綿的欸 嘿 好強喔 碰一下就死了欸 補給戰 然後自動探索後面就會解鎖了 就更輕鬆了 應該炖應該有殺到 灰燠燉噼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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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est 他打的時候我就可以直接出嗎 噢不行 我只能這樣子打下去啊 嘿 coś 嘿嘿嘿lights 欸 H嗎 不好意思啊打他欠了 现在是晚上时间了 你都一直重复打那些关卡做一样事情 会想睡也是必然的 那也不是我问题啊 点点点点点 探索密室啊又要进去哦 不要吧 我现在五等而已啊 啊我要人到人到八级哦 应该还是有玩家的啊 我不会升档哦 有礼包妈妈等级好人生卡住了 还有加加VIP66 是能用吗不能用 感觉有点无聊 你看他讲到姓声了 现在游戏不都差不多 柳如烟 他竟然帮游戏讲话耶 内部人员吗 还是真的圣诞这款游戏 现在不是差不多 现在是 现在是要嘛都是长一模一样 不然你就是玩法 你比较难理解 其实他有可能这一款他是好玩的 你只是要玩的很后面 你要忍过这个很无聊的阶段 应该是这样子讲啊 说好听也是这样的 用盒了啦直接开干了啊 我可以直接打吗 探索 我也是整派示威出来而已啊 他早知道就合一合了 这什么 一键进阶 可以吗不行了要自己合 喂 喂 我已经先了 好啦整体玩法就这样了 说无聊吗 确实还蛮无聊的 他说他好玩吗 我看不到哪边好玩 本视影片到这里吧 大家拜 拜拜 拜拜